港版国安法后第一个六四三十二周年 台湾愁演政党纷纷声明 悼念六四声援关切香港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以中英文发文表示 相同理念的人要相互扶持 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在天安门牺牲的年轻人 以及年复一年烛光悼念的香港朋友 台湾人会坚守信念 不应风雨动摇 执政的民进党发表声明 期盼中国走向民主社会 支持区域民主自由运动 并关切媒体报道 传出刚福动员七千名警力 以防疫理由禁止民间纪念六四活动 明显符合中共的政治逻辑 中共的种种举措 已在背离当年天安门运动 中国人民与学生所追求的民主精神 坚持在违反普世价值的历史道路上 一路走到黑 国会立法院长游锡坤 发文抨击 中共屠杀人民 至今没有丝毫反省改变 甚至变本加厉令人恶问 政府陆委会声明喊话 中共早日完全渔民 前总统马英九发文 悼念六四 希望两岸的人民互信互助 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傍晚六点四分发文 问道当年为人民挺身对抗长权 慷慨捐输 现场出力者 今天还有多少人腰杆挺直 国民党现任发言人何志勇 以个人身份发文 唯有影响中国大陆迈向民主自由 台湾才能安全 民族才能复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1989年6月4号那个晚上 全副武装的士兵 对守护寸铁的市民跟学生 进行无差别的屠杀了 中国共产党它本质上就是一个 没有人性的政权 台湾基金党脸书直播 向年轻人介绍六四历史 声明指出六四的启示是 全球围堵 剿灭中共政权是必然趋势 中共是输出专制掩盖疫情 并阻挠调查源头 是人类文明的癌细胞 时代力量则声明严厉谴责中共 不认错道歉 还变本加厉打压自由 犯下群体灭绝 新唐人演的电视欢迎来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